他学如学道学佛 学问极好 但比他学问更好的 是他骂人的水平 他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精学大师 但他一生又致力于将恐夫子 拉下神坛 他最不喜欢用百话门写作 但他最出色的弟子 以名鲁迅 张太炎 民国一个学问极高 脾气极大的人 他的学生鲁迅 曾经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个趣事 民国元年 先生在北京 浩发一轮 而且毫无忌惮地褒贬 常常被贬的一群人 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约张疯子 但每次有言论 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 不过题目特别 二 张疯子 发其疯 有一回 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 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章登出来的时候 那题目是张疯子居然不疯 被张疯子骂过的人 包括 但不限于 正在当太后的慈禧 正在当皇帝的光许 正在当大总统的袁世凯 还有正在当总司令的蒋介石 也因此 张太炎一生七次被捕 三次被囚 一生有十分之一的时间 在囚禁中度过 张太炎的学问水平究竟高在哪里 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又有多大 为什么鲁迅认为 张太炎在革命上的成就高于学术 大家好 我是邪沐鱼 这是我真实系列视频的第十一期节目 我相信 那些活在纸面上的人物 也曾有过丰满的人生 本期视频 我就来给大家还原一个 我眼中最真实的张太炎 1869年 张太炎出生于浙江杭州 他的家境不错 家中还有一个藏书楼 11岁 张太炎进入古金经社学习 这是当时江南最富盛名的书院之一 教学内容 除了传统的经史外 还包括一些天文地理算术之类的近代课程 张太炎入学时主持经社的 是晚清著名的普学大师于悦 所谓普学 就是考据学的意思 主张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做学问 要用考据的方法 去研究和整理古籍的实际写作环境 作者的实际写作意图 张太炎继承了愉悦的普学思想 而且更进一步 可以说 已经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尽管受限于年龄和时代 张太炎没能真正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但他的思想主张 被他的大弟子黄坎所吸收 最后传递给了黄坎先生的学生 新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范文兰先生 从张太炎对孔子的态度 就能看出他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子 在传统学术的研究上 经学和史学是分开的 春秋 周理属于经学一类 这些书的内容是记载圣人之言 作人处世的道理 而史记 战国策这些属于史学 内容是历史记载 张太炎延继了清朝普学 六经皆始的传统 认为孔子修订六经 并不是为后世历法 而是在书写历史 传播历史 在他著名的囚书中 他写 孔氏 古梁 史也 浮以秋名而赐春秋 意思是 孔子不是什么至圣先师 更不是圣人或者素王 应该把他看作一个 修订了六经的史学家 对历史研究 做出过开创性的成绩 因为在孔子之前 历史记载零零散散 有了孔子修订春秋等著作 才有了后来的左秋名 司马迁 班固等史学大价 张太炎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 顾虚变法失败后 慈禧求尽光绪 康又为等人为了赶跑慈禧 拼命鼓吹儒家 效忠帝王的思想 通过把孔子吹捧为教主 来恢复光绪的权威 而张太炎的做法 就是将被无限拔高的孔子 重新描述为一个朴素的历史人物 肯定他修历史 正学术 凭阶级的贡献 但不认为他说的每句话 都是玉律经科 都是必须无条件遵守的圣人之言 这样既不完全否定传统儒家思想 又抹去了皇权的神圣心 鲁迅对孔子的态度 受张太炎影响非常深 后来鲁迅写《故事经编》 将包括孔子在内的大量历史人物 塑造成有血有肉血有血有血的凡人形象 这就是张太炎思想的一种体现 张太炎对佛学的态度同样如此 清末中国佛教衰败严重 僧人有不少根本不识字 更别说学习佛经 寺庙的主营业务 就剩下了替信徒收钱办法事 或者跟别的寺庙争抢地盘 有肉穿肠物 佛祖脑后抛 张太炎对佛学的研究 同样是讲究实用 他希望能用佛学中 比较积极的道德观去教化民众 希望能够借助佛法 使民众建立起崇高且坚定的信念 能利用精神力量去促进革命 他还认为 佛们应该抛弃那些迷信色彩极重的仪式 百姓也不应该花那么多钱 请和尚来做法事 僧人就应该安心地修行礼佛 普渡众生 后来佛们的太虚大师等人 掀起中国近代佛学改革 这时候张太炎的影响就很大 1903年 张太炎因为在报纸上发布反天文章 被捕入狱 1906年出狱 随后流亡日本 在东京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 《明报》的主编 两年后 收了清廷好处的日本政府 关闭了明报 还将张太炎逮捕 审判时 张太炎距离立正 说他没有触犯任何日本法律 将裁判长博得哑口无言 最后只能罚了他点钱了手 这段时期的张太炎 在宣传革命之余 还认为应当让革命者 了解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 于是在东京开了一个国学讲习会 根据鲁迅先生的好友 著名学者许兽章的回忆 当时他和鲁迅都在东京 非常想去听张太炎讲课 但时间上有冲突 就托人去求张太炎 能不能再开一个班 张太炎很欣赏 当时还未出名的鲁迅 就预定每个星期日 在他自己家里 给鲁迅 周座人 和许兽章一起上课 授课内容是说文解字柱 尔雅一书等普学经典 每次讲四个多小时 中间也没有休息 讲课时 张太炎往往就是穿一个长背心 盘腿坐在地上 周围坐着他的学生们 张太炎讲话经常一面引进句点 一面又嘻嘻哈哈 课堂氛围非常融洽 鲁迅实际跟随张太炎的时间不长 只有一年左右 但这给鲁迅打下了很好的就学基础 极大填补了鲁迅在古文 古字方面的知识空缺 1908年 鲁迅在河南杂志上接连发表了 文化偏执论 以及破恶身论 这两篇文章 都是受张太炎影响写成的 回国后 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公务员 负责制定注音字母 这也离不开张太炎在日本的教育 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极高 对诸子百家 古文典籍 以及史学 佛学等领域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对后来五四时期的新一代学者们 有非常大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时期 北大那批著名的教授 除鲁迅外 还有黄凯 前学童 朱锡祖 沈监士等人 都是张太炎的学生 胡适最著名的那本 《中国哲学史大纲》 部分观点就是 陈锡子张太炎早年写的 《国故论痕》 胡适成书后 还给张太炎记了一本 张太炎看了不太满意 还回信说 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 尽有见解 但诸子学术 本不容易了然 总要看他的宗旨所在 才德不错 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 定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 不尽关系他的本意 人望白齿干头 再进一步 张太炎认为 胡适对庄子 存在较大的误解 还特别叮嘱他说 你要细看 对于这样一位学术大家 兼恩师 鲁迅对他的概观定论却是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 留在革命史上的 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 这是鲁迅先生 对恩师张太炎的评价 这也确实是 对张太炎一声最好的总结 张太炎早年 对清朝还有幻想 支持过康有为的戊序变法 希望能够记住变法 让大清富强起来 1895年甲午战败后 张太炎还曾加入过 康有为的强国会 第二年 又参加了改良派创办的 《务时报》 写文章宣传违新思想 但很快 张太炎就意识到 改良可能救不了中国 于是脱离了《务时报》 自己去杭州 主编金时报 康有为最早出名 是靠他在1891年 写的《新学伪经考》 和《孔子改制考》 主张周理 左传等都是西汉末年 刘欣为了协助 王莽篡汉 编出来的是伪书 张太炎作为学术大驾 完全不认同康有为的说法 1897年 他写了一篇文章 系统性地反驳了康有为的说法 但当时他还没有 完全对改良派失望 因此特意没有发表 怕影响了康有为的改革 1900年 跟子事变八国联军 打进北京城 慈禧带着光绪跑路 改良派的唐财堂 打算发动起义 推翻慈禧 建立一个 与光绪为首的 君主立宪政府 张太炎也受邀参加起义 但是张太炎觉得 这群人虽然有满腔的热血 和爱国之心 但一边喊着要推翻满清政府 一边又喊着秦王 要拥护光绪 这实在是脱裤子放屁 于是 他当场和唐财长决裂 并且剪断辫子 写下一篇解发辫 彰显自己要搞革命的决心 1903年 逃路去美洲的康有为 发表了 达南北美洲诸华商 论中国只可行地线 不可行革命书 说因为革命很残酷 中国国情很特殊 光绪皇帝很圣人 革命会受海外干扰等原因 所以中国只能搞君主立宪 不能废掉皇帝 张太炎看到后 还立刻写下一篇 《国康有为论革命书》 不但指出 康有为的所有观点都是放屁 还怒斥了清朝历代君王的暴行 指出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清政府过于腐朽无能 这篇文章 甚至还直接怒斥光绪皇帝 是宰田小丑 不变书卖 宰田就是光绪的名字 这篇文章最早刊登在苏报上 直接将这份销量一般般的小报 卖脱销了好几次 当时的苏报 还介绍了邹荣先生写的革命书 这是一本强烈主张 要用暴力革命 推翻满清统治的书 这让清廷大为惶恐 第二天张太炎就被抓进了监狱 随后邹荣自己也自首 报纸也被查封 这就是满清最后一桩文字语 指称《苏报案》 清政府派人冲进暴社时 张太炎直接走了出来 说革命就是要流血 怕什么 清政府要抓我 这是第七次了 别人都不在 要拿张太炎 我就是 慈禧原本的计划是 第一日把张太炎抓起来 第二日押到苏州 第三日到南京 第四日就带回北京临时处辞 但索性报社设立在上海的英租界 清政府没有司法权 慈禧只完成了第一日的计划 把张太炎抓了起来 但不能带他出租借 只能在租借内审理此案 对于张太炎来说 做到这一步 他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笑话 因为这场审判 法官是英国人 原告是清政府 起诉张太炎造反 还请了英国律师进行辩护 清廷作为一个延续了三百年的中央王朝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 竟然要在他自己的国土上 以原告的身份 在外国人的法庭里 平等去起诉一个革命党 最终 因为张太炎在法庭慷慨词 慈禧没能判处张太炎斩立决 只能将他关押三年 张太炎入狱后 清政府控制的新闻报 还写了一篇 论革命党 嘲讽张太炎 于是张太炎在狱中又写了一篇 狱中达新闻报反击 并在结尾写下 请看五十年后 同向微微利于领标者 唯我唯尔 作以待之 张太炎虽然一生不喜欢白话文 但我觉得 后来的鲁迅先生战斗力如此强悍 一定是从张太炎身上学来的 三年后 张太炎出狱 但是一同入狱的邹容 在出狱前两个月不幸病逝 张太炎怀疑 当初他被捕 是因为报社的同事 后来鼎鼎有名的吴志辉 向蜻蜓告了命 于是接连写文章 公开痛骂吴志辉 说他还不如康有为这种人 是个外作疏狂 内谈民事 使求全集 忠目虚荣者 气得吴志辉过了整整28年 还在文章中念叨着 要是哪天有机会 一定要用野蛮的法子 把张太炎打一顿 在之前关于蔡元培的视频里 我提到过 蔡元培组织光复会的往事 张太炎不但是光复会的元老 还是光复会最早的发起者 离开监狱后 张太炎流亡日本 期间因为和孙中山 在民报的经费问题上 发生了冲突 选择和同盟会决裂 并因此经常大骂孙中山 但后来辛亥革命成功 他还是立刻起承回国 参加了民国的建设 张太炎和孙中山 在很多问题上 一直理念不合 他尤其不赞成孙中山 让袁世凯当大总统 后来因为蒋介石 刺杀了陶成章 张太炎认为和孙中山有关 两人的关系更是进一步恶化 但他也一直坚持 他和孙中山只是个人矛盾 并不否认孙中山的革命 曾有人跟着他一起骂孙中山 他还跳起来给了一巴掌 说你算什么东西 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一的伟人 除我之外 谁敢骂之 在那个大批人鼓吹 全盘西化的年代 张太炎也很早就意识到 西方民主制度也并不完美 虽然经济和科技水平发展较快 但同样造成社会矛盾严重 贫富差距巨大 而且政治上腐败横行 因此他认为 西方民主制度 只能形成法理上的人民主权 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中国绝对不能完全效仿西方体制 必须走出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道路 什么叫大师啊 这才叫真大师 请大家把大师打在弹幕上 袁世凯上台后 一步步抛弃了革命成果 开始为重新称帝做准备 对此张太炎不断写文章痛骂 还将袁世凯内阁四个重臣称为四兄 这让袁世凯大怒 事宜手下打电话 把张太炎骗进北京 张太炎丢下新婚妻子跑去北京 用袁世凯给他发的大勋章做扇子 站在总统府门口骂袁世凯包藏祸心 然后就被囚禁了起来 直到1916年 袁世凯在惶恐中病死 张太炎才重获自由 第二年他就跟随孙中山 参加了护法运动 担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 后来孙中山先生去世 蒋介石获得大权 如果说张太炎对孙中山 只是个人矛盾 政治理念上有些冲突 那他对蒋介石就可以说是深恶痛绝 1924年他就大骂过 蒋介石奋行了三民主义 是卖国主义 党治主义 与民不聊生主义 两年后 他又公开反对蒋介石北伐 说他天生英智 反言罪诉 还说 想其一身形势 倡议有功者 务必摧残之尽 反口言国家主义者 为之反革命 是其所谓革命者 非革他人之名 而革中华民国之名 气得蒋介石第二年 就制定了一个著名学法的名单 下令通缉 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张太炎 1936年6月14日 张太炎去世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除了呼吁抗日晚 几乎放弃了政治上的努力 一心躲在书房 研究起了他早年批判过的 未经经学 以及诸臣理学 在此张太炎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 甚至还有人说他晚节不保 但张太炎晚年的心态 其实并不难理解 作为一个出生在1869年的人 张太炎也经历了那段 革命这个概念本身 都在快速被革命的年代 在这段年代里 他虽然也曾短暂地支持过 袁世凯 吴佩孚等军阀 但始终坚持了对革命的信念 作为一个学者 他抛弃了孔子学而幽择式的理念 将他一生的全部热情 都用于在铁拳的威胁中 建立一个崭尖的中华民国 当他发现这个民国并不完美 甚至有极大缺陷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 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 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力量 再去改变或者推翻这个民国 所以只能回到书房之中 从古人的言论中寻找智慧 这是一个老革命家的无奈 但不应该被谴责 在这一年的十月份 张太炎去世后的四个月 鲁迅先生也写下了 他生命的最后两篇文章 一篇叫做 《关于张太炎先生的二三事》 一篇叫做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了二三事》 这第二篇文章还未写完 鲁迅先生就撒手人寰 在这两篇文章中 鲁迅先生回忆了不少 关于张太炎的往昔去世 也表达了 他对张太炎先生 晚年放弃革命的惋惜 这里我就以其中一段 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 考其生平 以大勋章做善罪 临总统府之门 大购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 并是无第二人 七被追捕三入牢狱 而革命之志 中不驱挠者 并是亦无第二人 这才是先者的精神 后生的楷模 竟有文快勾结小报 竟也作文奚落先生 以自明得意 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 而且皮肤和大树可笑不自量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假使未背 我以为是应该一一激怒 效应 使先生和后生相应 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然而此时此季 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吧 呜呼